照尿火 照尿火縣長王惠美 事發當晚也趕到醫院探視 當下沒有想太多是不是他們 我要去看監視器 缺那個弟弟穿的衣服一樣 就覺得有點想要哭出了 因為我有跟他們講到話 有點難過 驚悚車禍就位在彰化深港鄉 姐妹倆目前還在搶救中 而趙氏74歲蕭姓老翁 雖然是綠燈執行沒有超速 但警方透過監理站資料查證 他並未有考照記錄 等於長期沒有騎車駕照 還開車上路 且他也並非照尿車輛所有全人 甚至去年曾在彰化發生車禍 才被開過無照駕駛的罰單 蕭姓老翁他本身是無照駕駛 酒色紙是維林 那行人這個違規照尿的部分 我們還在釐清當中 車禍路口被長期關注交通問題的 臉書社團第四圍度點出四大問題 這裡沒有設置行川線退縮 以及人行道 另外這裡也沒有行人壁虎島 以及行川線加強輔助照明 事發路口被炮紅是標準最爛四線車道 認為路口設計有問題 公路局雖前往會看 但要有所作為新增庇護島人行道 或是行川線退縮 恐怕還要一段時間 三星文綜合報導